王老师您好 时常觉得再怎么努力 也在这座城市买不起房 不想奋斗了 人为什么一定要有理想呢 什么叫做理想 理想是共性的还是个体化的 是不是好的生活 就只意味着能够买房 您觉得您的心理年龄有多大呢 我觉得我的心理年龄 应该跟我的生理年龄是同步的 您是怎么做到出口成章了呢 很多时候我们读过的书 就像我们吃过的饭 我们并不记得昨天吃了什么饭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 多读 多写 多练 慢慢慢慢地就会训练出来 我经常因为职场压力被压得透不过气 您有因为压力睡不着觉吗 您是怎么应对的呢 其实每个人都会活在一定的压力之中 我们总是活在他人的眼观中 他人的评价中 他人的注视中 但是我始终觉得 人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自己 要学会跟自己去比较 使得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 经历的最痛苦 最纠结的事是什么呢 知道和做到这个巨大鸿沟的跨越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中 您是如何具体辨认处理 每天涌入到你面前这些纷纷复杂的信息呢 用你的定见去筛选 哪些信息是值得去看的 哪些信息是可以去忽略的 问题是我们是否拥有这样一种定见 你去找活在这些纷纷复杂的信息 以后你会考虑的信息是可不可以 可能也不可以 ng到不负责的信息是可不可不可能